陛下 汝阳王妃来了 宣 是 宣 汝阳王妃 宣母 来人哪 凯特 今日霍侯继尘 老身之陛下定设家宴 故不请自来 这是子圣心腹吧 老身倒要问问你 是如何将我家玉昌 逼到三才观清修的 我与少双的亲事 是陛下亲自下旨 双亲同意 老王妃现在说这些 又是何意 双亲同意 程氏 你为何不去拜见 程阳侯夫人 家父家母已经决婚了 少商不必去拜见淳于氏 淳于氏是他未来的君姑 未来君姑 你是当我母亲已经过世了吗 今日是我舅父的继尘 老王妃甚也人 老身说错话了吗 长辈终究是长辈 程氏为何不去拜见 少商还未拜见过我阿母 为何要去拜见淳于氏 他配吗 你舍弃我家玉昌 处处袒护程氏 岳飞至 吻旨 会尽多别人 要去哪儿啊 哪儿子 说什么 出来啊 姚依 书母 这是我的位置 还请姝母让一让 你不是不来吗 平时也不参加家宴的 我想念姝母了 听说姝母来了 我就想着姝母身边 应该有一个能说提起话的人 这不就急急地赶过来了 来人哪 给汝阳王妃赐座 我 我到底是你的长辈 若真要论长辈 父母更是陛下的长辈 不如坐到陛下的座位上如何 我迟到片刻 你们又惹事吧 你若再惹事 我定让陛下 收回你所有的实义和奴婢 我看你无前无前 日后如何指高且扬 母妃 三面也知错了 找啰嗦 你若再护着她 回头我就向女娲娘娘助导 让你也生一个 如你三妹这般蠢笨的女娘 母妃教训得甚是 之前三妹犯错 父皇已罚过几次了 母妃就别责怪她了 我奉劝楚飞 还是先管好你自己的义母三分田 等日后真当了皇后 母仪天下时 再来教我如何行事也不迟 不过你放心 我定会走得早些 不让你废这个泪 哭什么哭 母妃此言折扎而成了 母妃 哭什么哭 几声 月恒 你的嘴也太厉害了吧 你看你把孩儿们吓成怎样 皇家子女 该有的气派还是要有的 不要把孩儿们管束得如此目睹 皇家子女 那更是陛下的儿女 为父母 生他们 养他们 不求他们体贴孝顺 只求他们不要行精浪荡 坏了父母的颜面 叔母 为父母的这点要求 算是高了吗 也是 你家孙女 就从不顾及父母的颜面 成日又哭又闹地恨嫁 如今都把自己折腾到三才罐去了 你 你便是十一郎的心腹吗 头抬起来 怎么这般小家子气 是吃不饱吗 母妃好眼光 这成娘子呀 小五 你怎么还是这副鬼样子 你那眼底乌漆漠黑的 是昨夜 又和你那些幕僚彻夜常谈了吗 就你这副样子 怎么嫁进我们月室 怕是婚姻时的团扇 都遮不住你吧 日后夜里 还是多独处些 养养生懂吗 不说告退就自行走了 果然是没规矩交流 罢了 陈清前 还是让他多自在几日吧 我这人就是这样 心肠太软 素来 又爱纵容孩儿 你怎么如此刻薄 教育子女而已 叔母为何要这般说我 是 叔母一直都不怎么喜欢我 只喜欢陛下 也不诠释 陛下幼时 叔母也是不喜的 后来 陛下年少能干 渐渐震下家财名望 叔母才开始疼爱身上 后来 陛下登基称帝 叔母对陛下的疼爱 那更是无以复加了 一恒 你这是何意 你是挑拨我和陛下的亲情吗 驸马公主们 并非拿你们当外人 要说长辈故事了 你们 果真要接着往下听吗 有什么话你就说 当年长公主身怀六甲 虚弱难当 叔母不肯借钱买肉买补养 冰天雪地 陛下只能只身入山行恋 只盼能裂货些皮毛肉屎给长子 待陛下被霍冲兄长追回时 已冻得浑身亲子 后来是霍冲兄长出钱出人 养好了长公主的身影 和陛下的伤害 只可惜好人不偿命 我 我 我哪儿舍不得借钱了 当年你叔父几个数月未归 我不得留下点积蓄吗 再说了 老申 老申也不知道陛下要进山呀 此生 你舅父死得早 你们祸事全足 就剩下你这一点血脉 我和陛下 都盼着你能早日澄清身子 好为你舅父全足 供奉点香火 免得让他们在九泉之下 无人祭拜 成了孤魂野鬼 至于 有人要挑剔你心腹 那都是放屁 羽毛 是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